好 謝謝主席 我們麻煩那個勞動部郝次長 好 請郝次長 次長 午安 我想今天早上的質詢喔 大家都關心的部分 其實都還是在家庭照顧架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站在這個 我們對於腸病毒疫情的最重要的思考 當然還是請大家盡量多洗手 減少感染 減少群聚的感染 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我們的防疫那邊 責任承擔的多一點 處理的好一點 我想我們勞動這邊的壓力就小一點 那不過我想今天早上 我們也 很多委員也追尋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一個制度裡面 一個國家裡面 家庭照顧架 如果是一般勞工或者是我們的公務人員 其實他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 其實這樣一看起來 我們都講說有家庭照顧架 不過他都被病 他其實都算在市價裡面 所以事實上 我們的國家每其名說 我們有讓勞工或者是公務人員 有家庭照顧架 其實說起來就是 你可以用你的市價去請假 來照顧家裡有需要的時候 不是說額外的有出來 一個家庭照顧架這個事情 那 這邊我想今天早上的 很多委員也提到這件事情 就包含說 如果是我們的公務人員的話 其實他有五天的是有薪資的 所以如果他請的家庭照顧架 因為我們現在 小朋友如果發生肠病毒 他停課的話 通常都是以一個禮拜 就是七天左右 所以七天左右 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是一般公務人員 他可能還是會 額外的有一些需要 當然禮拜一到禮拜五請假 六日不用上班 大概就解決了 可能另外兩天就沒事 但是如果是一般我們的勞工的話 那他出現的狀況就會是 第一個是用市價來算 而且他用的規範來講 是不給工資的 那今天早上很多的委員 我們也都之前 我們跟這個中統招委員 我們也連署 就是說希望能夠 讓勞工也比照 像公務人員這樣子 他至少要有幾天的照顧架 是有薪水的 這個部分你們早上 是有答應要研議是不是 是 好 下一張 好 那這邊 好 我們的一些假期 我覺得這個在台灣 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我們的國定假日的事情 其實假日怎麼給薪 或者是怎麼給薪 或者是怎麼給薪 可以看出這個國家 對於哪件事情 認為它是重要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婚嫁 喪嫁 這邊大概都是 比較不受影響 那都是全薪的薪 但是在普通商病 也就是一般勞工 自己請病假的話 他是半薪 可是他如果家庭 需要照顧的話 我們是無薪 也就是說對於勞工 我們在認知上來講 是認為 我想國家的認定上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照顧家庭的話 好 你就要自己負責了 這個我們一再地強調 友善的這個托育的環境 或友善的這個 有家庭有小孩的人 他如果環境是 工作的環境對他來講 照顧孩子是友善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啦 好 那我們來算算看 好 下一張 在台灣 如果我們剛剛這樣算起來的話 如果說以剛才的那個 家庭照顧假 家裡面是雙親的話 都是勞工的話 他會有七天的家庭照顧假 另外一個人也會有 七天的家庭照顧假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們家的小朋友 遇到停課 或自己生病 兩個小孩輪流 分別都剛好停課 那他們剛好一個人請七天 也就解決了這個事情 只是這兩個人 他們那一年的 市價只剩下七天嘛 是不是 吃掉了一半嘛 好 那腸病毒流行的時候吃一半 那剩下的時候再 再來個流行 再吃他一點點 那差不多市價都用光了 好 那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單親的部分 好 根據內政部統計 99年單親家庭 這個單親者 他的同住者 只有他的子女的 就佔了99.4% 意思就是說 假設是一個單親家庭的話 其中大概有45%的單親家庭是 這個單親者跟他的小孩住在一起 沒有其他家人啦 好 在上面 我想這個認同 應該內政部的資料是這樣寫的 那 假設還有0到5歲的子女 白天的主要照顧者 除了 這個 37%是這個單親的父或單親母 就是這個單親家庭的爸爸或媽媽 他的父母幫他帶之外 有36%是送托兒所或幼兒園 這是我們今天早上一直在講的 如果今天托兒所或幼兒園 因為腸病毒必須要停課的話 這一群單親者 他其實這一年他就 如果他運氣好只有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停課停了一次 他這七天假全部請逛逛 那如果不幸 他的小孩剛開始是學校同學有這個 腸病毒 停課停了七天 換他的小孩自己腸病毒發病 要在七天的時候他就沒有嫁了 他就沒有家庭照顧嫁了 那我相信 來下一張 我們都知道 其實單親者在台灣 相對弱勢的機率是高的 也就是我總 簡單結論一下 我們現在給嫁的方式 雙薪家庭還好一點 因為他至少兩個勞工 他算一算兩個假湊一湊 有14天的家庭照顧假 或有28天的試假 夠他們家小孩子生病的時候可以用 如果是單親 他只有那七天 再不然就那14天試假全部吃光光 好 我們再看薪資 這個也是根據我們的統計 單親者 他們的家庭收入 多數 每個月收入不到三萬塊 好 所以我算給次長看 我們台灣是有臨時拖鱼 或臨時拖鱼 臨時拖鱼 臨拖的話一天十個小時左右 大概是八百到一千塊 還不含他小孩子吃東西的錢 所以如果他拖五天 因為禮拜一到禮拜五嘛 他要花掉大概五千塊 就佔這個單親家庭 他的那個月的收入佔了六分之一啦 好 所以這邊喔 我們真的要特別請勞動部這邊評估 為什麼我們要讓單親者他的 就是說所謂勞工 他在請這個照護假的時候 可以比較沒有這種經濟上的顧慮 也就是說要嘛這個勞工就是不領薪水 自己回去帶孩子 要嘛他要付出將近六分之一 他那個月的薪水 請別人幫他帶孩子 所以他就是選擇那個 我要工作還是要顧小孩啦 好 那尤其我們會知道 這裡面最多數這樣子的單親家庭 多數是女性 是 所以為什麼女性的勞動一直都上不來 或者是說假設這個女性是一個單親者 她要帶小孩 她的工作很難保得住 就遇到一個事情她就這樣啦 你的公司乾脆就叫他不要來上班 比較快啦 或者他賺的錢 剛好那個月通通都給人家了啦 所以勞動部這邊 我們會建議是說 有沒有可能 就像今天早上 第一個建議是我們的委員們所建議的 把這個家庭照顧假 考慮給薪 至少半薪 那當然如果能夠比照公務員 有五天的全薪 至少對於這些辛苦的勞工家庭來講 他比較沒有壓力 這個壓力其實會回到學校去 我們一直都很害怕說 我們對於這些標準設得很嚴的時候 那個 學校那邊會不敢放這些架 因為學校一旦放了架 家長沒有辦法帶 家長壓力會回到學校來 所以讓家屬 家長這邊 假設孩子因為肠病毒而停課 壓力小一點 他比較不會去跟學校說 你不要停課啦 停課那邊可以停的比較順一點啦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評估 第二個我們是有一些 這個當然這個可能不是在勞動部 其實我們去查了一下 單親家庭有一個兒童托育津貼 但是這個兒童托育津貼 其實它是給幼兒園的津貼 不是給零托的津貼 請問一下我們還有沒有其他零托津貼 可以給單親家庭的 我們這邊有這個應該是我們社家署 助署長 我們查到的是這個兒童托育津貼啦 就是補助他的幼兒園嘛 好那我們剛剛這邊 假設他需要零托的話 是有嗎 就是說我零托我這個月因為肠病毒 我的小孩子要去零托五天 這個部分單親者有沒有任何的補助 或若試者有沒有任何的補助 零托 我們是針對 6歲以下有這樣的一個零托服務 我知道零托有沒有補助 補助目前是 一天補助多少錢 要看他的各縣市政府的那個標準 所以那個是各縣市政府發嗎 是 所以縣市政府有發的出來 有的縣市政府沒有這筆錢 是這樣子嗎 都有 都有 所以零托這邊 因為我找不到 好我們 我們找不到 我常常強調說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助理們 在查資料的時候都查不到 那我想一般我們的壽星階級 或是勞工 他要特別那麼清楚簡單找到 我有這個資源 就不是很簡單 是 我們再來加強 好不好 可以這個訊息到時候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一下 如果他需要零托 好 單親的家庭他需要零托 他的補助在哪裡 那補助怎麼申請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還是要麻煩一下勞動部 這件 這個案 這個最後這個議題 我一定要 要求 你們把這個數字做改正 因為這個已經好幾次了 你們每次都拿 如果 我們的這個 家庭照顧價有薪水的話 雇主就要負擔 135.38億 我想今天早上很多委員 都算給你們聽過了 都是 過度估算 我也有我的算法 我算起來是說 如果你們這樣算 呃 因為你們是用所有12歲以下的 但是我們今天早上都已經談過 衛福部也講過 然後這個 腸病毒會出現重症 多數是比較幼小的孩童 好 過去要五六年級 身高都已經有的 都160公分了 很壯 你還要讓他腸病毒重症 機率不高啦 他需要請 需要全班都放假的也很少啦 所以不要再出現 135.38億這個數字了啦 好不好 這個無助於勞資之間的友善啦 一直拿這個出來 雇主就一直拿這個來 跟我們說不要放 不給 把這個數字拿掉啦 對不起 可不可以趁這個機會再說明一下 會有這個數字的出現 主要是說 如果放那個 有心的 家庭照顧價 把所有的都把它加進來 那你這個身體全國都淪陷了嘛 對 12歲以下所有小孩學校都停了嘛 因為請家庭照顧價 不是只有腸病毒 是 包括重大事故 還有就是其他的那個原因 那個都可以放在裡面 那因為我們在估算的時候 會把它放到最大值 最大值 但是不見得這個就是一個財務障礙 因為以這個數字來講 我們看哪一個角度來看 是 應該不見得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也不一定是一個非常大的 那你怎麼解讀啦 對 死亡率百分之一 有的人覺得很大的 人覺得很小啦 所以你一百多億拿出來 就是會有 覺得說這樣造成這個雇主的負擔的人 就會拿這個數字出來說 不可以嘛 不要嘛 不要拿這個放這麼大的數字啦 我們幫你想了啦 人家機關署是有這些資料 機關署還有這個 停班停課這邊 他們都有這個機關署的資料啦 都有很明確 放暑假的時候少 其他時候大概多少班級 有停班停課 這裡有數字 你別的不談 我們光用腸病毒 你這個數字算得出來 因為這個原因 多少人請假 你負擔多少 好不好 我同意你講的 還有其他的疾病 可能需要家庭照顧 但是至少腸病毒這個事情 或者相關的每年的一些疫情 有數字讓你參考 算一個比較合理的Range出來 讓大家再來談說 你的這個有心照顧家是可行的 好不好 不要用這個恐怖的數字出來 我來給大家說 很重的 不要放這樣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林靜穎委員的質詢 那接下來我們請楊耀委員進行質詢 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一下許次長還有郭署長 好 請許次長 郭署長 委員好 次長好 次長跟署長 我覺得委員會今天排這個題目 大概有一部分是因為過去這一兩年 我們對於流行疫情的防疫太差 所以我們事先就腸病毒的部分先做探討 那我先就審計部的資料來檢討一下疾管署在防疫上面的問題 審計部的報告大概 大概指出 疾管署的防疫太差 以登革熱為例呢 事實上從民國99年開始 就已經逐年下降 那 103年跟104年 又爆發大流行 爆發大流行的原因 是因為 沒有針對疫情 高風險區域 即時取得防治作用 這個部分 市長或是署長有沒有 要做簡單說明的 我想登革熱每年都會在南台灣的部分 因為天氣的關係 那事實上 還有包括埃及班文的這部分的傳染 所以在登革熱的控制上面 不是 現在說 就是南台灣嘛 所以它的區域 其實它的高風險區域是很確定的 每一年都是 像是說審計部認為 疾管署在 在這個部分 疫情的防治上面 沒有 沒有及早做 有效的防治作為 好 我們繼續檢討 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 審計部 所做的 的 的檢討報告是 非常有道理的 禽流感也一樣 禽流感 禽流感 去年是 中央疫情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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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準 預測 失準 所以 死亡人數 創五年以來的最新高 這個 這個 就 就 說明了 審計部 講的是沒有錯 就是說 疾管署 在 在疾病的 防治 上面 確實是 必須要下很大的功夫 郭署長 你怎麼看 登革熱跟流感都在你的任期內 創下歷年的最高紀錄 你怎麼看 謝謝這個委員指教 那麼 當然有很多的因素啦 不過 假使有空間可以改善的話 我想 絕對有空間 署長 這個假如沒有空間 我們 就 就不用討論 人力所不及的東西 我們通常不會在委員會做討論 這個是 絕對有空間 因為你們 你們 我接下來問你幾個問題 你就知道說 說你們的空間在哪裡 這一次 腸病毒 腸病毒是這樣子 你們的書面報告說 整體 整體來講 輕症的疫情 是持續升溫的 對不對 重症疫情 上暑平緩 那你們現在對於 對於 重症的部分 重症就是 71型 71型有沒有 爆發 大規模流行的可能 有沒有 可能性是 絕對有 那麼 而且大部分的專家 包括我們是內部的 這些 疫情組的專家們 大家的看法 也是因為覺得已經有連續四年沒有產生EB71的流行 所以這個可能性不僅是存在而且是比往年都要高 幾月份可能是危險期 通常是從四月開始啦 一直要到放暑假 七月 那麼這一段都是流行期 所以你們這一 你們現在已經五月了嘛 四月開始就是危險期 那 疾管署在 在重症的部分 你們做了什麼 什麼防治工作 所以這個 分成幾端來講 包括這個 預防 還有在這個 醫療端 所以有關這個 預防你們做了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大家最有效的方式 當然是疫苗啦 不過可惜呢 現在並沒有一個有效的疫苗 我們可以使用 那所以呢主要的呢 還是在強調 有關勤洗手啦 還有這個 署長我講一個概念 勤洗手的部分 是國劍署的 這個是一般性的概念 我不覺得說 說疾管署把勤洗手 拿到委員會來說 是你們 宣導勤洗手 是你們防治的一個工作 這個是對的 勤洗手是 是日常 不管有沒有 疫情的時候 或者是面對 哪一種疾病 傳染病的時候 都必須要勤洗手的 還有嗎 我幫你們 我幫你們 找過了耶 你們還真的就是 就是只有 一直宣導要勤洗手耶 呃 我想是從兩個方面 除此之外沒有耶 一個是說 所謂的個人的 防疫的工作 還有社區的防疫 學校的防疫的工作 來做啦 那麼 所以雖然洗手這個動作 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學問 但是 欸沒有 沒有 這個很重要 署長我現在不是說 它不重要 我現在是說 它並不是特定的 的疫情 可能發生的時候 在做的事情 這個是國劍署通常 平常就必須要 或者學校的 的 的 教導就是一定要勤洗手 一般人的觀念也是 這個不能夠 不能夠當做你疾管署 說 說面對疫情的時候 你就只跟國人講 你們要勤洗手 我現在在講這個觀念啊 是 還有嗎 不要一直講勤洗手好不好 對 所以我從 呃個人的防疫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我們 也 呃給這個家屬呢 還有家長的一些建議啦 什麼建議 比方說呢 大家很可能比較忽略的就是 從外面回到家裡 要抱小孩之前呢 要洗手嘛 也要 不是洗手也要換換衣服 等等這些接觸呢 那避免呢 把外面的病毒帶回家 那這個是一般的家長 可能會忽略的 那這個當然 一般我們也在講啦 那 所以你的防疫就是 只有做 做 欸 國民生活須知的宣導 是不是 防疫 我從剛才到現在浪費了很多時間 再問你說 你到底在 在面對70疫情可能流行的時候 好你也 你也自己說 從4月就開始了 我說你做了什麼 就這樣子 換衣服 還有勤洗手 還有呢 所以 剛才講的就是 從個人 家庭 然後再到學校 環境間呢 當然也 希望這個 脫教的這個單位 包括幼稚園呢 他們平常的時候呢 就是能夠 來對於環境做好消毒的工作 這也是我們宣導的一個 署長你在 防疫上面齁 在委員會的回答 實在是讓本席感受不出來 專業齁 因為我覺得 你講的 勤洗手 換衣服 這個 這個不是專業領域的東西啦 我現在是在問你說 說 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做 的做法 來做防治 不要再像去年的登革熱 跟今年的流感 在發生大規模的傳染 可是你講的 確實 確實不像是一個 一個專門在 在負責疾病管制的單位 講的啦 好我再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要 你覺得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成立指揮中心 比較適當 指揮中心我支持個會問 是因為去年登革熱在台南發生的時候 署長你也說不用啊 後來是院就直接成立了啊 你覺得什麼時候 什麼時機點 面對腸病毒的時候 什麼時機點來成立 目前有關腸病毒的部分呢 也已經簽奉這個行政院核准了 所以它會分級啟動啦 所以一旦 數的時候 數的成績 數成績的話呢 是在 假使呢 它已經進入流行期 同時呢 主要的流行期 何位流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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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現在 多少人感染 1萬1吧 那個是過去一週有1萬1千人 就是 一週內有新的 新的案例 全國 對 1萬1 所以目前是已經超過 但是它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呢 就是主要的流行期呢 是71型 對 那目前主要的流行期呢 還是克薩奇 所以並不是EV71 假如有成立的話 那署的指揮中心 可以做什麼 請吸收 我想基本上 它是一個協調的這個機制 那麼 所以假使是成立了之後 當然方便我們動員啦 那目前雖然沒有成立 但是在署也成立了一個 專案的工作小組 所以由我們的副署長 莊副署長來擔任這個召集員 對 所以為什麼問指揮中心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既然 你既然 既然 一週的新病例 有一萬一 就必須要成立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還是要做一些事 那沒有成立指揮中心之前 你疾管署 該做的還是要做 懂我的意思嗎 是 不會說 不會說突然 等到指揮中心成立 成立 突然工作就緒 不會 因為 絕對 絕對 疾病的防治 絕對不可能像郭署長 在委員會答詢的 從頭到尾 大概都只是在做政令宣導而已 如果這樣台灣的疾病管制 沒有明天 沒有辦法把疫情有效的抑制 絕對沒有辦法 如果只是扣人疾管署 到到流行 到要來 觀光 叫人要隨手 回去要換三個 疾病管制 沒有 我想像上 應該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次長 你們回去可能 就疾病管制的部分 可能 還是要 要多加把勁 不要 只要有流情 疫情 產生 就會造成恐慌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楊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鄭天才 鄭天才 鄭天才委員不在 王惠美 王惠美 王惠美委員不在 鄭運鵬 鄭運鵬 鄭運鵬委員不在 我們請林俊憲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機關署郭署長 好 請郭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署長今天在委員會 開會一半的時候 你去參加登革樂的相關會議嗎 是沒有 我跟主席請假 署長我也很關心登革樂 因為我來自登革樂 全國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台南 是 了解 登革樂在去年 重創南台灣 我們去年的病例 有四萬四千多人 確定病例喔 有超過兩百個人死亡 想請教署長 有沒有預估今年的疫情 你覺得今年會像去年一樣 在爆發大流行嗎 我想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呢 會讓我們的壓力更大 不過我也相信 什麼外在因素啊 比方說因為今年在東南亞 因為聖英年的關係呢 他們的疫情呢 都比過去呢 要高出兩倍到兩倍五左右 那這個是在去年在台南開的這個 國際研討會 東南亞的國家的這些專家到台灣 也都是這麼預測 所以這是外在的因素 確實 不過 登革樂已經變成一個 威脅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 目前 WHA 世界衛生組織的估算 他一年啊 有四億人會感染 大概有五十萬個人 必須要住院 有兩萬兩千個人會死亡 造成的損失啊 哇 高達百億美金啊 暴露在 登革樂威脅的人口啊 已經有四十億啊 所以 目前啊 登革樂已經是一個 很多國家 都要 面對他的威脅 列為優先要處理的 以蚊子為傳染媒介的重大疾病啊 其中我們台灣 我們國家呢 也已經成立了 國家級的 美文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嘛 是 所在高雄和台南 我剛剛請教你說 今年會不會像去年一樣造成大流行 以目前來看啊 目前 以這最近幾天 確定的病例有多少 本土性呢 本來就是 假指是以去年這一波結束完之後 那麼高雄跟台南 目前看起來 以目前來看的話 控制的還不錯 現在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已經連續有三個禮拜啊 不過現在當然還沒有真正進入到零星期啦 沒有錯啊 但是一看到下雨啊 我們就擔心啊 我們在南台灣 去年真的是嚇到了 四萬多個人喔 死了兩百多個 連包括台南的觀光業受到重創 下雨以後怕積水 現在下雨天溫度一升高啊 我們就擔心 但以目前為止的話 跟去年同時期來相比啊 還控制的不錯喔 超過三個禮拜沒有確定病例 但是啊 但是啊 來自哪裡 外 境外 一路個案啊 現在有多少 現在有幾例啊 應該有九十幾例喔 九十八例啊 將近一百例啊 創了紀錄 新高 對不對 對 過去從來很少見境外 一路的病例那麼多的 在這個時候 所以剛剛署長你也提到 跟東南亞相關國家開會的時候 他們說今年 登格勒可能會對他們 比去年還要嚴重啊 我想這些一路性的個案啊 大部分都來自 東南亞的國家啦 好 那怎麼來面對 登格勒的威脅 我注意到 菲律賓今年 開始打疫苗 這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國家啦 我不知道你今天去開會 有沒有提到這一點啊 法國的一家藥廠喔 法國這家藥廠 大概是目前啊 全世界啊 塞諾菲藥廠啊 登格勒疫苗 是些最 可能啊 最第一家啦 也被廣泛使用的 它已經在墨西哥 巴西 薩爾瓦都要菲律賓等國家 在使用了 那我們不知道它 今年在菲律賓啊 的 使用的狀況如何 呃 就我知道他們是準備要 施中一百萬劑啦 政府的一個計劃啦 那 不過這個疫苗 是當然對台灣來講 好 我們考不考慮 在今年 台灣也來使用疫苗 呃 這樣子 呃 假使是廠商呢 那麼主動來 呃 提這個 這個藥證 當然我們都是歡迎的啦 不過 就科學上 我們今天的了解 是這個場 呃 這個 這支疫苗呢 是適用於50歲以下 呃 主要是為年輕人 而且呢 它對於像上一次 呃 台南發生的這個第二型呢 效果比較差啦 所以我們確實是密切的在注意 這支疫苗 登格勒 登格勒有四型啦 那法國這支疫苗對一二型的效果較差 但是對三四型的效果 世界衛生組織是推薦的 它有70%以上的藥效 同時呢 WHA呢 也公開推薦各國 可以使用這支疫苗 但這支疫苗啊 在菲律賓它是免費使用嘛 到台灣呢 估算啊 如果到台灣來使用啊 可能一個人啊 要兩千塊 是不是這樣 呃 因為他沒有申請啦 所以我對於價格我就不敢講 對 但是他不會便宜啦 不會便宜嘛 他去菲律賓他可以免費送啊 因為他知道菲律賓政府買不起啦 可是覺得台灣喔 他知道你是有錢人 他一定會賣你 但是這個價格啊 預算啊 估算啊 我也覺得很高啦 兩千塊啊 那兩千塊到時候是 誰要負擔 是民眾要自己負擔呢 還是國家要來負擔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呃 有 所以最近事實上 如果 如果是個人 民眾負擔的話 那如果兩千塊 那恐怖會造成啊 有錢的人打得起啦 沒錢的人 如果你看你家裡幾個小孩 如果小孩子來打 哇 可能要上萬塊啦 家裡老老少少來打的話 所以我覺得政府啊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考量 如果今年的疫情像去年那麼嚴重 那我們考不考慮 去引進這樣的疫苗來台灣市的 有沒有計劃 有沒有規劃 剛才 有沒有預算 有沒有想法 我覺得你們 可能要預先設想起來 我們是要爭取啦 因為站在CDC呢 當然疫苗永遠是一個最有效的 有的一個工具 當然這支疫苗的唯一缺點啊 就是它只對年輕人有效果啦 那九歲到四十五歲 可是以台灣來看 登格勒威脅最大的 是老人 尤其去年喔 死亡病例大部分都是老人 聽說美國有一支疫苗啦 可惜還有兩年 兩年才可能問世啦 但無論如何 如果今年再像去年這樣造成重大流行 對民眾的健康威脅那麼大的話 那我們考不考慮引進這樣的疫苗 考不考慮 當然考慮 今天去參加的會主要的就是這支疫苗 那有沒有結論 沒有 就是大家 所有的專家都認為呢 政府應該稍微要主動一點啦 來跟美國合作 那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們希望除了產病毒以外啊 那政府也要嚴肅來面對 登格勒 今年來勢洶洶啊 從去年開始啊 對我們南台灣 尤其是南台灣民眾 生命健康的威脅 好 謝謝署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林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 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委員不在 江啟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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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黃昭順黃昭順黃昭順委員不在 徐真衛徐真衛徐真衛委員不在 嚴寬恆嚴寬恆嚴寬恆委員不在 蔣耐心蔣耐心蔣耐心委員不在 李昆澤李昆澤李昆澤委員不在 陳庭妃陳庭妃陳庭妃委員不在 周陳秀霞 周陳秀霞 周陳秀霞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林淑芬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請勞動部 好 我們請勞動部好 次長 委員好 次長 衛福部 韓氏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 到場配合登革熱 防疫工作之勞工應與公駕 公駕期間這個工資照給 那勞動部 那勞動部表示 為了防治登革熱 邀集 這個經邀集 衛福部及相關機關會商 那衛福部呢 以 医匯商結論做出這個函事 所以這個 依傳染病防治法 配合主管機關 進行防疫措施的民眾 其所屬的事業單位 應給予公駕 適用勞基法 依勞基法請假規則 第八條規定 該公駕的期間 工資應照給 那勞動部還提醒了 雇主為依法給予公駕 或為病照給公資者 最高可儲薪台幣30萬元的罰款 那如果勞工有權益受損的情勢 可以申訴 這個是防治登革熱的作為 那我的意思是說 居家隔離照顧病童 這個是不是屬於防疫的範疇 或者是也不一定是登革熱 或者是腸病毒 就是說相對的 法定傳染病 經這個衛福部確定 而且需進行隔離來防疫的 這個相關的病人 或者是病人的照顧的家屬 這個是基於配合防疫的需求 那請問一下 那同樣的條件 那這個算不算這個 傳染病的防治 所以也應該要給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有心的 這個隔離防疫價 需不需要 報告委員 這邊的話如果是 從腸病毒 它的需求 對家屬的一個需求來看的話 看起來是應該有必要 但是呢這個 這個是不是在於符合 符合我們相關的法令的規定呢 就是要依法令 應與工價 那到底是不是在這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 是需要還要再討論的 這目前沒辦法 直接就從 現行的規定 好 那我們請衛福部來 這個 疾管署好了 郭署長 是 委員好 防治 傳染病的防治法裡面 第36條有講到 36條講說 民眾於傳染病發生 的時候 或者是有發生之餘時 那我們就不要講之餘 那是一個預防 就已經發生了傳染病的時候 應該要配合 接受主管機關的檢查 治療 預防接種或其他 防疫檢疫措施 那我以SARS為例好了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 其他的比較嚴重的 疫情發生 都有可能嗎 那如果說我是一個 SARS的感染病患 我配合這個居家隔離 那請問我這個配合居家隔離 這個防疫的措施 這個假 有薪還是無薪 需不需要放假 你認不認為 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其實在法律規定上 有它法的疏忽的地方 就是說你叫人家配合防疫 可是你對配合防疫 隔離了 這些人他的權益怎麼保障 事實上 在法裡面沒有明定出來 可是我們看得出來 勞動部實際上 他是沒有辦法 主動來處理這件事情的 那你覺得像這樣子 以SARS為前車之鑑 你絕不覺得這些 配合防疫而進行隔離措施的 這些當事人 或者是需要照顧他們的病患 他的這個防疫價要怎麼給 包括委員 當然現在傳染病防治上面 還是有一個比例原則 所以剛剛委員講到的SARS 這些當然都是屬於第一類 第五類的重大傳染病 那我們就會用所謂的隔離的概念 隔離是一種強制性的 所以今天民眾呢 被政府強制隔離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 他所受的損失啦 當然我們政府呢 就應該要損失 所以沒有問題 所受的損失是要人民的權力受損 那我們都知道人民的權力 需以法令明定之 所謂的法律保留概念嘛 那請問你如果被政府強制隔離好了 那法律哪一條哪一款規定 被政府強制隔離去防疫的人 有他的權力主張 法律定出來在哪裡 這我們來查一下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 可以查一下 一定會 在哪裡呢 整個現在可以查吧 可以 我們馬上就查一下 因為對於這種強制隔離的話 在過去到現在 那個概念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是受到強制的 那大家委員剛才提到了 就是包括腸病毒或者是登格樂 那他是配合的 比方說停課了 那停課了之後 那麼他要配合呢 把小孩子帶回去 所以呢他所受的損失 他選擇的時候 那你的比例原則 那你的比例原則 你說我也沒有強制 只是請你配合 可是他也沒有說不配合的權利 那等於是被強制了 那請問說才問你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種防疫價的概念 來保障這個相關的 這個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的這一些病人 或是需要照顧病人的家屬 我現在不是講有心家庭價喔 我講的是 是基於公共更大的公共利益 我被政府強制要求 要進行隔離防疫的 那你說只有第一類緊急狀況 強制隔離較強制 不 並不是那樣子的 我必須配合停課整個停下來 難道不是一種損失嗎 因為一種停課 所以我必須要請試駕 或者是無心的這個家庭照顧駕 這難道不是一種損失嗎 但是我們講說 人民配合你政府 所造成的權利的損失 我們都講說 人民的權利須以法律定定之啊 你強制他隔離他 那他的配套的這個權利 要怎麼保障回來給他 要以法律定之 所以我才問你們說 法律定在哪裡啊 是 那你們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給人家強制 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同樣的 我也希望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你們一個應該要有配套的保障啊 比如說 那我也可能提一個法的修正案 我要修正一個30 你們是38條嗎 那我38條之一 38條是這樣講說 傳染病發生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進去公領域或私領域 去從事防疫工作 那麼你私領域的人 要回家去開門讓我回去 光是這一件事情都可以有公架了耶 你到我家來要給我噴燈隔熱的這個藥劑 我都必須請公架回去幫你開門讓你灑藥 我都可以有了 光是這個都有公架了 而且還規定雇主一定要給薪水 而且還規定不能夠有任何的這個 未給工資的這個 讓他全力受損的事 光是我回去配合給藥 開門讓你灑藥消毒 我都可以有了 為什麼配合你隔離七天 不去上學的小孩 或是照顧他的媽媽 卻比回去開門給你灑藥的人 還權力還更不足呢 所以這也違反了這個比例原則啊 所以那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剛剛講了說 被政府強制隔離 你認為說SARS被強制隔離 當然政府會賠償給你 又給你補償 可是我們要看法定在哪裡啊 法定在哪裡 報告委員 有關登革熱的部分啊 就是CDC 我們也認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才在去年的時候我們修法 沒有沒有 我現在要問你說 你剛剛回答我說 被政府強制隔離 採取隔離的這些病人 理所當然政府要付他薪水 要保障他 法定在哪裡啊 搞不好沒有法呢 我現在是要提醒你 你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根本不存在啊 有法律嗎 沒有 第一類傳染病的也沒有 第二類的也沒有 第三類的也沒有 那是不是第一類的就一定要有 第三類的就不一定要有 是這樣子嗎 恐怕也不是吧 那我問你 我的孩子上個禮拜 連續兩天高燒都40度以上啊 最低39.5度了 我大概去看診所 診所醫生他跟我講 他不講我還不怕 講了我還嚇一跳 他說喔 腸病毒的 那個病毒型態很多種 他說喔 小兒麻痺也是腸病毒的一種 這個說法對嗎 學理上是對的 因為腸病毒這個 是這樣子沒有錯 這個名詞包括六七十種的這個病毒 包括小兒麻痺 那它是哪一型 在概念上 它是哪一型 它就叫做小兒麻痺這個病毒 對 它總共ABCD幾類啦 對 所以我們常常有的時候 在學術上講 會說是 Non-Polio的Enterovirus啦 就是 除掉這個小兒麻痺之外的這個腸病毒 所以 假使是今天講腸病毒的話呢 最毒的確實是小兒麻痺 然後在現在 算起來的話 比較猛的呢 就是EV-70Y 以致死例之下 好 但是小兒麻痺 因為我們都有疫苗啦 都已經在處理 但是我就有一點也看不懂 就是說 那小兒麻痺它是第二類傳染病 可是你說的是71型呢 它又是第三類 不一定 第三類也不一定71型 只要是感染成重症的 都叫這個腸病毒感染病發 重症就是第三類 可是小兒麻痺就是第二類 所以 是不是第二類 它的風險就一定高過 就是它表現在症狀上 最後導致的結果 就一定高過第三類 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不過就是 就這個腸病毒來講的話 小兒麻痺 那麼它的健康的影響 確實是重於 是這樣子的 這是很確定 對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真的需要 在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要明定 配合主管機關 採取這個隔離防疫的人 病患或家屬 或需要的家屬 事實上應該要給予公假 好 防疫假 應該要回去研究這件事情 好 我們回去研究 好 抱歉 我再再講一下那個勞動部 主席 因為後面沒有人了 可不可以讓我再多講幾分鐘 我再講一下 好 我盡量 好 來 好 那我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看我回去幫人家來噴灑藥劑 自己開個門 我都可以有公假了 那我們有一點不了解 勞動部是說這樣子的 勞動部是在這個時候 你就認為要有公假 可是呢 勞動部事實上 在有心的家庭照顧假裡面 卻又表示這個 反對 對啦 就是說你自己想想看 2011年 你們因為 你們同意了這個 因為天災需要請家庭照顧假 死的時候 雇主要給付薪資 那 當時你們對於這個 性貧乏 裡面你們都這個修法 給有心的家庭照顧假 你們是同意的啦 你們當時是同意的喔 2011年喔 那你們今天的書面報告 卻主張 家庭有心的照顧假 會造成雇主135.5億的這個負擔 所以你們 並不表示同意 而且你們的135億的算法 是過當的 就是說 事實上腸病毒第一個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得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 12歲以下全部算進去 那即便得到腸病毒的 也並不是全部都變成 病發成重症 所以你們的估算更是荒謬 所以你們現在的 今天對於 因為腸病毒的防疫 導致重症 或是需要隔離 需不需要給這個 有心的家庭照顧假 你們在跟2011年比較起來 你們是 態度上是自我矛盾的 那我今天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們2015年的這個 勞動調查 你們的職場 這個你們的職場的這個調查 然後問了一件事情說 事業單位同意員工 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情形 你們那時候的調查是認為說 問事業單位 你們同不同意員工申請這個 家庭照顧假 大概七成以上都同意 71到104年至74.7%都同意嘛 對不對 對 可是那癥結在哪裡你知道嗎 癥結在哪裡 如果你再問雇主 最近一年 有沒有員工申請 最近一年他會同意 但申請的比例只有12.2% 大家都不敢請 有請的有12.2% 12.2%去申請 12.2%的員工去跟雇主申請 要家庭照顧假的時候 有74.7%會獲得同意 但是呢 事業單位說 到底要不要付薪水 有把這個家庭照顧假付給勞工 71.8%認為 認為不要發工資 那不同意他們 這個發工資的原因 或者是不同意他們請假的原因 有員工可用其他假代替 佔36.3% 不同意他請假 是說 你可以用特休 特休而34.2% 所以大部分都請特休去了 然後呢 他們 認為有特休可以休 你幹嘛還要給他休假 可是我們在講說 你這一個 這個東西簡直在懲罰 這個定期契約 勞工 那也沒有顧及到這種 勞工的權益 就是說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很多的勞動市場上 是一年一約的定期契約工 這些定期契約工 請問他有特休假嗎 請問他有特休假嗎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像我們一般的不定期契約 可以累積到 那麼長的一個 退休假 對他沒有特休假 所以有特休假 有特休假的是 要 常庫型的 不定期的嘛 所以他沒有特休假 那我們在講 你有考慮到部分公實者嗎 他可以請特別休假 不過在食物上的話 是變難 部分公實者 他是來工作才算薪資幾付 不工作就沒有錢 他怎麼樣去修這個家庭照顧假 現在就無薪的嘛 也是無薪的嘛 那請問我們的特休假 是要用來 用來休假的 還是要用來 這個 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配合政府防疫用的 特休是要用來 配合政府防疫的時候請的嗎 還是特休本來就是要 用來給勞工休息用的 配合勞工的需要 可是如果 雇主不給家庭照顧假 叫他去請特休 那是不是把這個 防疫的這一個責任 和這個防疫的這個需求 都轉嫁到勞工幫 國家買單了 是不是 那這部分 勞工如果請特 就是家庭照顧假的話 雇主不可以拒絕 那是是家 我要對部分公使來講沒意義啊 對部分公使者來講沒意義啊 所以很多的配套 我們都看得出來 勞動部的書面意見 不僅帶頭替雇主背書 不配合防疫的政策 而且還默示了部分公使者 也默示了定期契約的勞動者 也欺負了這種不定期契約的特休假 因為這些人的特休假 不是要來配合政府防疫用的 是我本來勞工就應該要休息的特休的 所以顯然 勞動部在於 光是回家開門讓人家來噴藥水 都有公假了 可是竟然配合防疫的 這個防疫的這個隔離 是沒有任何假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難怪有人講說 國家政策對勞工的保護 不及公務人員 同樣都是家庭照顧 為什麼我們是七天的無心的 而公務人員是五天的有心的 所以大法官 許忠麗大法官 在誓字683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裡面有提出 這個我國對勞工的保護 遠不如對公務員權益重視的法制現狀 那以屬憲法第七條所說 不容許的差別待遇 那顯見我們國家對於受僱者的保護 因職業有所差異 那即便國家替僱主省這些成本不用給薪 但是我們就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裡面 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公平 事實上敢請 敢請這個家庭照顧架的比例就很低了 非常低啦 雖然雇主不得拒絕 不得差別待遇 不得事後不利於勞工 可是敢請架的人 只有一層多 一層多裡面只有七層多被許可 其中不被許可的原因就是說 你去請特休 你不要請家庭照顧架 這個都是顯然有很多配套 是有問題的啦 勞動部有很多配套是有問題 但我們來講 防疫是國家的事 防疫是公共利益的事 防疫是每個國民有責任 但是國家要有配套來 讓人家有這個意願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後舉一個 有沒有可能一個肺結核的病患 他需要隔離防疫 可是因為你沒有把這一個防疫的假 他自我隔離期間 那個薪資給付沒有規定出來 所以他不敢請假他去上班 就因為上班以後呢 整個辦公室群聚感染 這要造成的社會負擔 讓國家付出的代價是更大的 那是不是一個假設 這不是一個假設 這是一個事實 而且經常發現的事實 社會現實 所以我才講說 我們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勞工要放假 其實不是 我們是要讓國家的 這一個防疫措施能夠更落實 公共衛生的這個保護可以做得更好 是基於這樣子 我們才主張要有防疫假 甚至如果防疫假沒有之前 要先有有心的家庭照顧假 是這樣子 不是我們要放假佔人家便宜 不是 不是 所以我剛剛舉費結合那個案例 這是最明顯最容易了解不過的事情 法要明定出我配合防疫 我的權力保障在哪裡 謝謝 我們謝謝林淑芬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陳歐珀 陳歐珀 陳歐珀委員不在 我想今天安排這樣的一個專案會議報告 其實主要就是希望我們針對肠病毒的防治 我們可以提早來準備 另外一方面我想本席也提出了這個法律的修正案 我認為防疫這件事情 不能讓他所有的負擔都落在家庭照顧者的身上 由他來負擔所有的成本 所以今天所有的質詢我想朝野的立委的共識 非常的清楚 有心的家庭照顧假是我們立法院想要去推動的方向 那至於說那個成本的負擔 我想今天勞動部提出來的這個100多億的負擔 我們覺得還要再打折 不是所有12歲以下想請就可以請 我們家住條件 就是在防疫的需求上 或是在特殊的重大天災上面 那是為了因為天災沒有辦法 或是防疫是為了整個國家的這個防疫政策 他去配合被迫放假的這一種 我們其實才來優先給有心的家庭照顧假 我想這是比較容易尋得社會公式的 我們希望勞動部今天回去之後就好好演繹 因為在接下來 本期就要排性評法的修法了 所以你們還是要面對的 要趕快把你們 這個我之前就提過了 要你們趕快把你們的版本 你們覺得做得到的方法要拿出來 我想衛環文會所有的委員 大家都很有共識 不太可能現在是勞動部再說 企業負擔不了 然後搖頭 然後所有事情都不做 我們會往前再推進一步 這個也是幫廣大的 這一些家裡面 育有12歲以下子女 這一些父母親來爭取的 因為他們是配合國家防疫政策 沒有道理讓他們負擔所有的成本 大家應該要共同分擔 那有關委員江啟臣、徐甄衛、王惠美 所提的書面質詢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並請書面答覆 委員口頭質詢為己答覆 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於兩週內答覆 委員另要求期限者 從其鎖定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請休息一下 謝謝 我也很參加 真的很順寡 realizar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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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